嗨 大家好 我是林野婷老師 你想要隨時收到 最流行的資訊嗎 還想要隨時知道 變美的訊息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記得趕快訂閱喔 她也有花 對 我是牡丹花 她是大器 大器 對 當媽媽了 就喜歡穿紅的 因為 妳不講 我還以為是螃蟹 真的嗎 妳肚子餓了嗎 我也不知道啊 我還差一時間到 有像 前面 後面都要 紅群米糕 真的 好適合去喜宴 因為平常 歐巴桑都沒什麼化妝 就覺得如果穿這個顏色拍照 細色好 看起來不用這樣 姐姐都會有這個迷思 然後還有這種料子 就是舒服 透氣 吃到飽 對 吃到飽 人家也不知道說 我到底肚子餓了 對 反正現在已經50幾歲 現在懷孕 要大大慶祝一下 我是十幾歲的時候坐飛機 而且她說 淑妖姐恭喜妳懷孕 我老公就看妳丟不丟臉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說恭喜 因為我老了 現在還有人說妳懷孕 老公應該站出來 對啊 很驕傲 對 這是花 但是我不知道老師覺得不覺得 這個花什麼不OK 可是我覺得佩儀姐這件衣服 她來穿是非常OK 因為 對 我也覺得 這沒有任何人可以駕馭 現場只有駕馭 對 真的 對 因為 妳說那邊請家 牡丹這種花 要有一點年紀的來襯托 有一點年紀 我剛剛講錯 應該是說 有一點身分的身份 我會怎麼說 我最喜歡的花就是牡丹花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衣服 還...分數還滿高的 不錯 因為它就是可以露四肢 對不對 然後又簡單 不會那種太過於複雜 好 二名妳有沒有 丹寧 一定有 有不太流行 一定有丹寧 就雅美 丹寧 妳有 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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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也是要跟著時尚對不對 是 因為我兒子有時候會 有很多的一些 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是 可是我就看不懂年輕人 現在 我們以前是窮 穿破的 對不對 現在的年輕人是窮到這樣 你知道破成這樣 然後穿得破 很好看 年輕有型 老朋友的 什麼都是破的 很好看 破的越破越貴 對 我跟他爸都看不懂 這種衣服你要買 他說你爸很好看 我可不可以買 我以為他穿這件比較瘦 對 因為剛好 可是我這件是端莊的 這個是這樣的 可是我實在這次去紐約 因為早晚溫差比較大 我也沒帶什麼很厚的外套 有的時候突然一下十幾度 我說兒子 那你一件衣服借我 就這一件 我就穿這個 好看 好看 我覺得他如果這樣搭配 就要換鞋 對 換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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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他爸爸有穿他這一件 好看 然後我就說你穿腳 一件衣服全家人都穿 好划算 然後我就看年輕人 都是穿這樣掉掉的 對 他爸說你給我穿好 所以你就是現在時尚要這樣 你管我 對 今天李玥婷真的很大膽 幫他穿一個白色蕾絲 看起來超瘦 為何 好 今天我幫佩儀姐 配這一款洋裝 其實最重要的是 適合他的尺寸 對 然後還有 其實他有一些剪裁 都是為了 心機 心機 都是要看起來瘦 因為他全白 但是他利用一些 鏤空蕾絲 讓你還可以微微的透膚 所以你就覺得很輕盈 比如說袖子 然後他也很寬鬆 所以看起來手是細的 這件我穿還大很多 對 然後太大了 還有 不會 然後他這邊有兩條 肩線 肩線的地方 這蕾絲也是 是斜肩 斜的 讓他看起來是像 一個小肚兜的感覺 對 然後你看他的腰線 是整個是弧形的 有沒有 他不是平的 透明的 對 他的腰 像一個透明的腰帶 對 對 然後所以是非常好看 性感 性感的 然後裡面的那一刀 我幫他搭的是 本來他是搭白的 但白的 因為比較沒有彈性 所以我就幫他換一下 他看了這一件 是膚色內搭 所以反而有一點 好像是看到自己的肉樣 對 但是是膚色 沒有 對 就是讓人家會有狭想 那佩儀姐最瘦就是 他的腳踝 小腿對不對 好漂亮 然後剛好他的下擺 是整個是一個弧形的 對 圓的 圓的 所以他穿起來是很非常的 就是輕盈 很瘦 很瘦 然後加上這個 鏤空的蕾絲 又可以隱隱約約看到他很細的腿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佩儀姐 就很適合那種貴氣的感覺 然後這些刺繡 所以他選的花 雖然都不是那種很硬花式 都是以刺繡 鏤空為主 所以這剛好都是他喜歡的 牡丹 是有點像牡丹 有一點像牡丹 有一點像那個 就很典雅 典雅的 這有會算一點文青 就是有一點文青 然後再來就是 像你穿這樣子的服裝 你對於可以帶一個現金袋 對 就有沒有夠大 這個袋子有點重量 這個袋子 它的材質是有點潛水布料 所以很大 但又很輕 很輕 然後它的設計就是 故意歪歪的 歪歪 對 它有什麼歪歪 我剛剛在後台就一直喬 一直喬 它是故意的歪歪的 不對稱 是他沒車好吧 沒有 故意的 因為他把他的這個 英文字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你可以看到整排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種 有稍微有點設計感的東西 譬如說佩儀姐 衣服是穿比較淑女 可是你用的配件就可以走 有一點個性跟設計感 我真的覺得要看你們節目 因為如果人家電影員 拿給我這個 我說這一定是瑕疵 怎麼這麼歪 換一個陣子 這是態度 一定要看 所以像這個 如果你穿一個很簡單的牛仔褲 其實它就是一種態度 如果他說 如果我穿這件衣服 因為大家都瘦 我很想 對 我很想買 我平常可以換什麼鞋 它可以換 像今年很流行這樣子 如果你不要露腳趾頭 你就可以走這種 有一點點小小高底 然後有一點度假風的鞋子 這種也有布的都可以 然後或者是現在很流行的 那種假腳的 Bling Bling的涼鞋 都很適合配衣姐 我覺得配衣有時候 在搭配的時候 就可以選一些 譬如說像這樣 這個 漂亮 就上面 因為它的 以它的比例來說 它上身是瘦的 對不對 對 所以它上身是瘦的 我們用一些條紋 然後它的 這邊臉是窄的 所以可以穿一些這種 那種復古的莉嶺 小莉嶺 然後這種是天絲綿 所以也是非常透氣 很涼 但是就可以搭配一些這種花 你看這一塊布 就是它的花布 它是條紋跟花 對 有一點梅花 有女人味的感覺 對 然後下面就是那種 度假風這種 那樣子好舒服 對 就是這種蛋糕的感覺 趕快買回家了 趕快買 然後像這樣子趕快買回家 也是走起來會有些 穿在倫敦還得流 真的 其實我覺得買也OK 為什麼妳知道 因為我逛街 我還不知道什麼東西適合我 對 要這個 趕快買了 所以像這種就是 氣場就會很強 然後 不可以買翻的 對 然後還有如果 像那個 這個也是它會看起來瘦的 對 這個很有少女的感覺 少女 這個是 袖子很穩健 對 然後這個因為袖子是不同顏色 對 所以就不會覺得說 夾兩件 對 夾兩件 所以兩穿的方式 然後這個也很涼 對 也很涼 然後如果它要穿 褲裝在裡面 也可以打開當罩衫 這有控制 對 它是洋裝 兩用 兩用 它可以把這整個打開 就當成鬆衣那樣 一個外套 對 就一個罩衫 然後像這個 我好喜歡 這一件好好看 這一件好好看 這件我可以穿嗎 可以 美女姐可以穿的 我們應該都穿得下 對 這一件就很適合 比如說像佩儀很多 要很正式的場合 陪老公去應酬的時候 這就有一點小鄉風的風格 對 然後這個很高雅的這種刺繡 鏤空刺繡 加上它整塊的布料 它用斜格跟花來做搭配 所以就會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剛好卡在這兒 它不太敢露手臂 對 而且裡面是無鏽的 對 它剛剛有無鏽都敢穿 這還可以把它蓋住它的 對 修飾 對 修飾 然後再加上它有一個 那種細細的一個 裝飾性的腰帶 然後這也是露出 它最細的小腿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 比較高雅可以宴客 就是跟她老公在應酬的時候 很適合貴婦穿的 有點夏天的小禮服 選她飄逸樓框感的白色長洋裝 胸前的蕾絲點擊出姐姐的氣質 讓肉肉身形的崔佩儀 瞬間瘦了一大圈 對 修飾 因此 哪有